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跟同学们介绍试算表怎么发现错误 以及应该要怎么更正 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例题 他说 龙华公司最近聘用一名会计助理 来协助主办会计处理公司的会计事务 结果呢 他就编出一张借贷不平的试算表 他慌了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他要我们就以下的试算表跟其他的参考资料 来帮助这个会计助理更正他的试算表 而且做所有相关的错误更正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会计助理编出来 借贷不平的试算表 然后呢 有几项的参考资料 他说 第一个 所有的科目都是正常的余额 第二个 在核对分类账的时候呢 发现漏抄了杂项费用500 第三 他重新核算科目的余额 发现现金的余额呢 应该是27万1000 第四 他在比对过账的时候呢 发现有一笔进货12万 不过在过账的时候 过到进货科目的时候 不小心过成12000 第五 也是在比对过账的时候呢 发现有一笔应该是要过到 应收票据贷方4000的 却不小心过到这方去了 那么第六呢 在核对分类的时候呢 发现有一笔账款收限5万 因为比物的关系 把应收账款写成应付账款了 第七 也是在核对分类的时候呢 发现有一笔交易 开票买了一整组的办公设备 45000 但是会计助理呢 不小心用了办公用品来入账 而且他也把金额呢 写成54000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个题目应该要怎么做呢 那么首先 当试算表不平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重新再加总一次 这张试算表的借贷方的总额 有没有加错 因为我们都是用计算机做加总的 现在的计算机呢 很可能会产生各种奇奇怪怪的错误 所以呢 一定要再重新加总一次 那么确定呢 这张试算表真的是不平 那么我们再来抓错 那么重新再加总一次呢 我们确定这张试算表的借贷方总额 的确是1,83,1,000 那么代方总额呢 也的确是1,929,000 真的是一张借贷不平的试算表 那么现在呢 就可以来抓错了 那么实物上抓错呢 是采用逆查法 也就是说 它是从试算表呢 开始往前抓错 那么试算表呢 确定没加错 那接着呢 我们就来检查一下 有没有科目鱼额出现异常的情况 比方说呢 应该是借贷鱼额的 它却出现在代方 或者是应该是代方鱼额的 它却出现在借贷 那么这个检查完之后呢 如果还不平的话 我们就再往前看 那么看看呢 是不是有在超科目的时候 漏抄了 或是抄错金额 或是抄错方向 那么这个检查完之后呢 如果还是不平的话 我们就再往前看 那么看看那些交易比数 比较多的科目 那么它的余额呢 有没有算错呢 因为交易量大 就比较容易出错啊 那么如果检查完了 也都没有错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再来检查一下 过账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生过错科目 过错方向 或是过错金额的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同时看一下 我们原始分路 有没有本身就借贷不平的 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么如果前面有错 也都改好了话 照理来说呢 那么试算表到这里 一定是会平的 那么接下来 老师就一步一步 带领同学们来抓错 那么因为呢 我们已经确认了 试算表没加错 那确定它真的借贷不平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进行下一步 也就是来检查一下 有没有科目鱼额出现异常的情况 那么题目告诉我们 所有的科目呢 都是正常的鱼额 那么它的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是资产费损类的科目 它的鱼额通通在借方 如果是减项就在贷方啦 那如果是负债 权益收益类的科目呢 它的鱼额呢 都在贷方 如果是减项科目 就是在借方 那么结果呢 我们检查却发现 有一个预收货款 那它明明是负债的科目 正常鱼额应该是在贷方才对 可是它的鱼额呢 却是超在试算表的借方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更正 那因此呢 我们就把它的鱼额呢 在试算表上呢 直接把它从借方改成贷方 然后呢 我们再重新加总一次 借贷方的总额 那我们就可以得出 这样一张的新的试算表 结果改完之后呢 借方总额变成 1,828,000 那么代方总额呢 是1,932,000 还是一张借贷不平的试算表 那么接着我们再往前照 看看是不是在编试算表 抄科目的时候呢 有漏抄或抄错金额的 那么题目告诉我们 那么在抄科目的时候呢 漏抄了杂项费用500 所以呢 应该要补上去 因此呢 我们就在试算表上呢 直接补列杂项费用 借方金额500 然后呢 我们再重新加总一次试算表 看看结果如何 那么来看一下 改完之后 试算表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结果改完之后呢 借方总额呢 就变成 1,828,500 那么代方总额呢 是1,932,000 还是一张借贷不平的试算表 接着呢 我们就再往前照 那么看看那些交易比数 比较多的科目 它的余额有没有算错呢 那么题目告诉我们 现金余额算错了 正确的余额呢 应该是271,000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在总分类账上 进行更正 同时呢 也更正试算表的余额 然后呢 我们再重新加总一次试算表 看看怎么样 那我们改完之后呢 试算表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么结果呢 借方的总额呢 变成1,832,000 那么代方总额呢 是1,932,000 还是一张借贷不平的试算表 那我们就再继续往前照 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核对日记部跟总分类账 看看有没有分录在过账的时候呢 过错的科目 过错的金额 或是过错方向的 那么题目告诉我们 这个阶段呢 发现有两个错 一个呢 是有一笔进货12万 他在过账的时候 过到进货的科目的时候呢 不小心过成1万2,000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应该要过到 应收票据代方的4,000 却不小心过到借方去 那我们发现这两个错呢 是直接在总分类账上 用红笔来更正 把错的杠掉 把正确的补上 然后呢 再重新计算一次科目的余额 我们现在就先来改第一个 老师呢 就把一大堆过账金额 用点点点表示 把有问题的那个 1万2,000的特别标示出来 然后也把余额392,000标示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来改正错误 第一个 我们就先把错误的 1万2,000杠掉 然后呢 我们补上正确的12万 那我们再重新计算一次 科目的余额 结果呢 余额就变成50万了 那么第二个 我们也是把应收票据的账 拿出来给同学们看 老师呢 用点点点代表 其他没问题的过账金额 有问题的4,000呢 我就特别标示出来 那目前的账上余额58,000呢 也把它标示出来 然后我们就来改正错误 第一个呢 我们就把错误的4,000杠掉 然后呢 我们就在代方补上4,000 然后重新计算一下 科目余额 那么结果呢 这一次的余额呢 就变成了5万 然后呢 我们就把科目余额更新 重新再加总一次试算表 看看变成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更正后的试算表 那么结果改完之后呢 我的借方跟代方的总额 通通都是1,932,000 试算表平了 那么从不平的试算表 改到现在变成会平的试算表 我们已经把所有会造成借贷不平的错误 通通更正完毕了 不过同学们不要高兴得太早 因为试算表平了 只代表没有借贷不平的错 并不代表没有其他的错 那么其实在实物上呢 绝大多数的错呢 都是不会影响借贷平衡的错 那么最常见的呢 就是会计科目用错 或是整笔分路金额写错 那么尤其是使用会计资讯系统 多半都不会发生借贷不平的错 因为如果分路本身借贷不平的话 系统就会示警 但是会计资讯系统呢 他抓不到会计科目用错 或是整笔分路金额写错这些错误 这个呢 才是最难应付的 那么题目最后两个错误呢 就是属于这种 不会影响借贷平衡的错 那么这种错呢 如果一开始 复合就没抓到的话呢 通常都是因为抽查被查到 才会发现 当然如果金额够大的话呢 是绝对不会没被发现的 但有些金额很少 的确如果一开始复合就没抓到的话呢 也就一直这样下去了 那么现在呢 就来看看这两个错误 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 那他说 在检查分路的时候呢 发现有一笔账款收限5万 因为笔物的关系 把应收账款写成应付账款 那么因为这个错误呢 是写错科目 所以呢 他不会影响借贷平衡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更正 那么对于这种用错会计科目的更正方法呢 就是做改正分路 那么要做改正分路呢 最标准的做法就是把正确的分路写出来 再把目前账上错误的分路做一下比对 如果没有的我们就补上去 如果多的就把它冲掉 那么现在就把正确的分路 跟目前账上错误的分路分别写出来 那么正确的分路呢 应该是借现金贷应收账款5万 但目前账上写的呢 是借现金贷应付账款5万 所以呢 我们就比对一下 就可以写出改正分路 那么现金呢 是没问题的 科目是在借方 金额是5万 这个是对的 但是贷方呢 应该是应收账款才对 但是现在目前账上呢 是应付账款 所以呢 我们要在贷方补上应收账款 那么因为应付账款应该是没有的 所以要把它冲掉 那么因为它在贷方 所以我们就在借方补一个应付账款 那么一个借一个贷 应付账款就会被冲掉了 所以我们写的改正分路就是 借应付账款 带应收账款5万 那么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交易过账 那么就先画一个T字账 那么目前呢 应付账款的余额呢 是20万 那么现在改正分路呢 应付账款在借方有个5万 所以呢 更正后以后呢 应付账款的余额应该是 带方余额15万 那么同样我们要更正 应收账款的余额 那么目前呢 应收账款的余额呢 是13万 那么现在改正分路呢 应收账款要过一个贷方5万 所以更正后的应收账款的余额呢 是借方8万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第二个 同样的也是在核对分路的时候呢 发现有一笔交易 开票购入整组的办公设备45,000 那么会计助理呢 不小心把他用了办公用品来入账 而且金额呢 也不小心把他写成54,000 那么这一次的错呢 有两个地方 一个呢 是会计科目用错 一个呢 是整笔的分路金额写错 但是这两个错呢 都不会影响借贷平衡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更正 那对于G9呢 用错会计科目 整笔分路金额写错的更正方法呢 就是做改正分路 同样的跟上一题一样 要做改正分路呢 最标准的做法 就是把正确的分路写出来 再跟目前账上错误的分路做比对 没有的就补上去 多出来就把它冲掉 我们现在就把正确的分路 跟目前账上的错误分路 分别写出来 那么正确的分路呢 应该是借办公设备 带应付票据45,000 但是目前账上写的呢 是借办公用品 带应付票据54,000 所以我们比对一下 我们就可以写出改正分路了 那么办公设备目前没有 所以我们就把它补上去 所以呢我们就借办公设备45,000 那么带方的应付票据科目是对的 但是金额不对 应该是只有45,000 但是目前账上写的是54,000 太多了 我们要把它冲掉9,000 因为它在带方 要把它降下来 就要把它丢到借方去 所以我们的借方呢 就要借一个应付票据9,000 那目前账上呢 有一个办公用品54,000 它应该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冲销掉 那么它现在在借方 要把它冲销掉 就把它丢到带方来 所以我们带方呢 就是带办公用品54,000 那么一借一袋就会把它冲掉了 那么整笔的改正分路就是 借办公设备45,000 借应付票据9,000 带办公用品54,000 同样的 我们改正分路做完之后呢 要过账 所以呢 我们就画出T字帐来 目前办公设备的账上余额呢 是14万5,000 那么现在改正分路呢 借方要过一个4万5,000 所以呢 更正后的办公设备的余额呢 应该是19万 那么再来看应付票据 那么目前的账上余额呢 是99,000 那么改正分路呢 应付票据会过一个借方9,000 所以更正后应付票据的正确余额 应该是代方余额9万 我们再来看一下 办公用品的部分 那么目前它的账上余额呢 是55,500 那么改正分路呢 它要过一个代方的54,000 因此呢 更正后办公用品的余额 应该是借方余额15,000 那么做完这两笔交易的改正分路之后呢 我们就更新科目的余额 重新再加总一次试算表 看看会变成怎样 结果呢 这次改完之后呢 借贷方总额平了 不过合计数呢 变成1,873,000 不是先前的1,932,000 不过呢 这一次呢 是全部的错误都更正完毕了 所以呢 这一张试算表呢 才是正确的试算表 以上就是老师针对 试算的实力应用所做的说明 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够仔细的聆听 老师祝福各位同学加油 谢谢大家 see you all 谢谢大家